Cdc在今天公布了一项研究数据 在对18岁至29岁的成年人疫苗接种率进行调查后发现 只有38.3%的人愿意进行疫苗的接种 随着疫苗开始对18岁以上的人群开放 该年龄段的接种率从最早的每周3.6% 一路下降到了1.7% 如果7、8月份依旧保持该数字 很多年轻人群的疫苗接种率将始终无法达到平均水平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员也表示 很多年轻人在接受采访时 认为自己哪怕中了新冠病毒也能活下来 因此并没有把疫苗当作必需品 而有色人种和低收入地区的情况最为明显 联邦基金卫生系统副总裁老李泽弗林表示 在这些社区的虚假信息轰炸和对疫苗危险性的论调 导致了这些人群的犹豫和拒绝 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官员在今天发出警告称 高传染性的Delta变种新冠病毒将会是迄今为止 传播率最快最强的病毒毒株 它将会挑选最脆弱的人群进行感染 WHO也呼吁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公共卫生官员 可以通过分发新冠病毒疫苗来保护最脆弱的人群 WHO的新冠病毒技术负责人范克霍夫在今天表示 Delta变种现在已经蔓延到了全球92个国家 根据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数据 它现在至少占了美国所有新增病例的10% 并且正在逐渐成为美国最主要的变种病毒 由于上个月白俄罗斯强行控制了一架瑞安航空的客机 并逮捕了一名反对派记者 今天美国、欧盟、英国和加拿大联合发表声明 对白俄罗斯进行了新的制裁 在声明中提到 我们对卢卡申科政权持续攻击人权、基本法规和国际法表示关切 国务卿布林肯也在讲话中提到 美国将对46名白俄罗斯的官员进行签证制裁 其中包括总统府、内政部、新闻部、卫生部、检察长等等 除此之外 美国还对另外的16名个人和5个实体进行了制裁 欧盟则对78名个人和8个实体进行了制裁 加拿大则为17名个人和5个实体 根据今天的数据显示 全球最大的数字货币比特币早盘一度跌至31760美元 自6月8日以来首次跌破32000美元 其他规模较小的数字货币也有不同程度的下跌 根据中国官媒《环球时报》给出的消息 在中国四川省当局下令停止加密货币的开采行为后 许多当地的比特币矿场于昨日关闭 这也直接导致了中国大约90%的比特币矿场将被关闭 在此之前 中国内蒙古和云南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发展 另外 中国人民银行也在随后表示 已经敦促了阿里巴巴附属的蚂蚁集团 让旗下的支付宝和一些主要的银行 对加密货币交易进行打击 中国也已经全面禁止了金融机构提供与加密货币相关的服务 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制作公司Embeline在今天宣布 已经与线上串流平台Netflix签订了合约 每年为其制作多部电影 考虑到此前 斯皮尔伯格对于线上串流平台的一些反感言论 这也更多的被认为是一次出于市场考虑的妥协 目前还不清楚斯皮尔伯格本人是否会对这些电影进行指导 但由于各家线上媒体的竞争越发激烈 像斯皮尔伯格这类的电影大咖 将会是下一部各家争抢的重要竞争点之一 请锁定新闻快讯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 更多详细报道请继续收看即将播出的话语电视晚间新闻